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期电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第一滴血》 兰博是个退伍军人,这天他正兴冲冲的从越南回国呢 他来到了当年的园区小镇,可惜岁月如梭,时过境迁 兰博督长度这么大了,更何况这个小镇呢 兰博找到当地人询问当年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 但是村民却告诉他,你战友早就得癌症死掉了 兰博感到很伤心,他开始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 看得出天气还是特别冷的,这时当地的警长强测出现了 他看到兰博的第一眼就觉得不顺眼,但还是假心好意地在兰博上车 可是路上也没闲着,开始在言语上羞辱兰博 兰博当然也是个倔脾气,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强制利用直权直辩,把兰博用流浪汉的名义收尖了 警察们也得到了警长的允许,开始肆无忌惮地欺负兰博 兰博怎么说也是个退伍军人,这能忍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兰博一个回旋梯就把几个警察踢成了渣渣 之后就抢了一辆摩托车逃跑了,警察知道了反而大怒 召集大群人马就开始追捕兰博,兰博也不是一块吃素的料 人家好歹是练过的,警察就算拥有直升飞机和警枪 也不是兰博的对手,兰博果然是开挂的 兰博带着受伤的身躯躲到了树林里 并且用不知道哪里来的绣花针缝好了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但是警长也是个固执的主,他就是跟兰博杠上了 很快,警长又下令了第二次追捕 兰博利用野战的经验和地底优势再度成功反杀了警察 自己偷偷到山洞躲了起来 兰博开始在树林里上演了一场荒野求生计 他屠宰动物当成自己的食物来生活 另一边,正当警长跟警员们大骂兰博的时候 兰博曾经的长官出现了 他对警长他们说,你们别闹了 你们几个人加起来也不是兰博的对手 兰博曾经可是我的战队骄傲 你说你们还怎么打 那警察哪能信 第二天就追捕的更厉害了 兰博又在马路上抢劫了一辆大货车 兰博这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决定要回小镇报复村里的人 他一把火烧掉了一个超市 村里人看到大火都吓坏了 而在这时,长官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开始苦口婆心劝兰博回头失案 兰博博却跟长官吵了起来 说当初也是你要我打仗 才让我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多委屈 我回来后,人们不仅不夸我 个个都骂我 长官眼看就要受不住兰博了 就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兰博果然陷入了丧失好友的痛苦之中 回想过去的荣耀与现在回来之后的落魄 这样兰博心里很是难过 等到兰博哭完后 长官也知道兰博的内心已经被击溃的差不多了 果然铁汉不能硬来,只能内功啊 故事的最后,警察还是进来带走了兰博 兰博一脸生无可怜 影片在歌声中结束了 电影为我们描述了铁汉有柔情的一面 这是一部动人的经典佳作